中华路 坐落在中华路一侧 这茶馆的三十个座位 一个挨一个 不知道寂寞何物 而他是知道的 准时点他来报道 坐在靠边的硬木椅上 浓浓的龙井一杯 却难解昨夜酒意 酱油瓜子落花生 外加长寿两包 他是知道的 这就是他的一切 不 尚有那少年豪情 依触在双压风漆的脸上 偶获横眉为见 一身立策 招来写落成 他是知道的 寂寞是十国五业 这茶馆的三十个座位 一个挨一个 一个挨一个 招牌一 金宝山西福店 招牌二 大宗皮血公司 招牌三 鲁鱼经济小吃 招牌四 孤独的 非盈利的我 然后是 招贴一 急物招租水电泉 招牌二 清洁打辣 除臭服务 招牌三 天惶惶地惶惶我家有个夜窟狼 没有招牌四 更没有招牌五 这有被贴的我 在剑险杆的 隐隐下 然后是 街东 一个老汉 嚼着冰浪 然后是 街西一个妇人 牵着儿郎 然后是尘埃 尘埃中 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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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飘飘在天的 一些我师 故 我在 眼看他 楼他了 轰隆一声 走进了历史 不 他将成为一桩桩心事 分量不轻 压得人 气喘 吁吁 他还是偶偶走来 从寂寞长胎的单人宿舍 手拿一份隔月和隔日的报纸 外加一根拐杖 一些些浑浊的旧意 是的 大前年去过洛阳 某单花开过也谢了 这话题可得珍惜着说 说给洛臣听 不 说给自个儿听 至于那一个挨一个的三十个座位 在昏花的老眼里 就用不着再去数他 也用不着再数细日的伙伴又落了几个 散了吧 散了便也别了 别了岁月 别了中华路 别了顺行茶馆 那也是